本地最大共享脚踏车业者Anneville计划扩大车队 陆路交通管理局表示 目前正在评估有关申请 而另外一家业者SGBike则宣布退出市场 旗下用户将自动转到Anneville平台 记者洪宝林报道 SGBike授询时指出 在仔细评估旗下资源后 公司已无法继续为用户提供优质体验 因此决定退出共享脚踏车市场 根据Anneville和SGBike的联合文告 SGBike将在4月30号执照到期后 不再更新执照 从今天起 SGBike将不会接受新用户 现有用户也将不能进行充值和购买通行证 现有SGBike用户户头里的余儿 将自动被转到Anneville平台 最迟在5月3号之前 显示在Anneville的应用程序上 Anneville指出 两家业者各有约100万名用户 但目前不确定多少个是重叠用户 在这个事情都还没有定之前 其实我们就已经跟陆陆加东 广里已经申请了更多的拍照 然后希望如果批的情况下 我们也希望就是更多的当车 能服务更多的用户 不管是SGBike来的 还是我们本身Anneville的用户 因为我们本身Anneville的用户 已经是每个月都在增长 业者他退出市场并不是因为市场饱和 这些业者之间只要是良性竞争的 比方说我们都可以维持很好的车压的品质 我们都有很好的服务 便宜这当然是见仁见智 这当然是对 利用这样的方式 其实变成说我们的消费者 还有我们的业者是双赢的 在原本可经营1500辆共享脚踏车的 SGBike退出市场后 本地将只剩下两家共享脚踏车业者 分别是可经营3万辆脚踏车的Anneville 和1万辆脚踏车的HelloRide 新传媒新闻记者洪宝灵报道